在美國紐約修讀戲劇課程的陳法拉 今晚傳出5月11日會在法國再婚 嫁給拍拖三年的法籍男友 消息傳出當天法拉就回來香港出席活動 當時記者問他何時結婚 他還說 我努力了 多謝大家關心 不知道婚信是真還是假 他的經理人就說不知道法拉結婚 還說法拉這天回香港做完事就馬上飛走了 他的美劇還趕緊拍攝 這天法拉也有提起這套美劇 他說在美國拍劇遊行舒服 每天最多都是拍10至12個小時 而且有一件事令他很驚訝 我覺得我很驚訝 就是對臨時議員他們的 因為議員工會對臨時議員的待遇特別好 他們有自己的休息室 每個人有自己的椅子 有很大的桌子 飲品、茶水、點心水果 全部都給他們全天吃 而且每屆一個小時 他們要休息10分鐘 我們演員都沒有這個休息 一定要這樣 但是要被臨時議員休息 我們就要在旁邊等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是很有計劃性的 而且那些演員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很勤力很認真地做戲 導演說一次他全部記得 Off Sauwei 太太從事 走走走走走感 不要亂想